郭富城这一出席代言 活动兼广告发布会 大谈理财心得 不少人都喜欢用收藏物品做投资 而晨晨作为爱车之人 他的投资方式就一定离不开车了 投资和赛车的理念没有词 就是说一些精准的数据 一些专业的数据分析等等 其实赛车场上就是需要这一件事 投资亦是一样 要有精准的数据 你知道有好的表现 自己也喜欢收藏一些珍贵的 限量版的车 作为一个投资和保值 还有 有时会看自己的收藏的车 会觉得其实这些战车 都是陪着我一路走过来 成长的一些旅程 不经不觉 晨晨的大女Chantelle已经三岁 早前就做了一件事 令晨晨又惊讶又感动 开车出去 突然她在后座唱 对你我不原 突然之间 然后我突然 叮叮 嘟嘟 哇 真的很感动 然后很多东西立刻 促斥 很多一些以前的片段 就会不停在脑内浮现出来 是大女 因为我 讲唱歌对你不如 其实是我第一首歌 第一首快歌 到现在 突然之间 女女唱给我听 我都不知道她在哪里听到 我怎么学回来 因为她连字都不懂 但她是可以唱成首的 我觉得 天分 然后我就 嗯 不错不错 是天分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全城了 所以我觉得自己 在那一刻就觉得 我觉得要做爸爸的 现在我觉得更加要做得好一点 更加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最近有传媒拍到 成省和太太方缓 二人世界拍拖行街 成省还要跳到方缓 实一实 怕她会被人逼 令到一众网民都说 好闪啊 接着那些网民 看到你是很男人的 全城护着她的 当然是男人 不用说了 她是丈夫 完全保持社交距离 跟她是 不是 零距离 零距离 那还可以的 我觉得 当然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 家庭生活应该 现在是另一个阶段 女女都两个了 我觉得 和太太有些私人的空间 大家可以出去走走 我觉得感情不会有任何 不会有任何 应该是越来越好 应该就是 对